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博茨瓦那的奥卡万哥三角洲 物产丰富 多年来 徒步村的人们 只要靠原始的渔猎耕作 就可以生活富足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好日子近年来似乎到了尽头 知道国际生物 多样性监察项目的专家们来访 村民们才知道这一巨变的真正原因 从奥卡万哥地图上就能一目了然 三角洲水源减少 生态退化 是徒步村生计堪忧的主要原因 年高望重的村民萨特萨罗 带着专家们来到了他们曾经的渔场 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干枯土地贫瘠 在水分尚未蒸发之前 还有人在这里种过玉米 但是慢慢地这里再也长不出庄稼了 老人说这个地区足足二十年没有下过雨了 眼前这一小片平起的草坪 承载着村民们最后的职报 尤尔根斯考察的结论是 如果气候进一步变暖 还会有更多的徒步村出现 这样一来 不仅奥卡万哥 多种珍稀动物将灭绝殆尽 村民们也将失去曾经天堂般的家园 成为流离失所的气候难民 然而讽刺的是 村民们甚至不知道 什么叫做温室气体 接下来请观赏 武警供九特约之 枪枪三人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